今日最重要的我们感恩 感恩因为我们在佛期为邓一鸣 做这些佛期的功德 我们今天刚好适逢 待会要进入到我们继续七点到八点的念佛 那现在我们透过我们常驻法师 广宏法师队 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两个小时 将这个面粉中筋面粉 透过不断的读经 还有透过石碑当中的所有的课本 经典的智慧全部下融入在我们的面粉里面了 从在面粉的当中所有种种 不管里面当中的所有的喜悦 以及所有的种种人类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我们现在来做实验 我们如何透过呢 整个面粉在我们永明佛师 在太平洋的整个在宽大的这些大海中 不断有水分子的往上 不断的往虚空来做这个 往上的飘 整个水汽 再加上我们整个永明佛师的明堂前面的宽大 以及现在呢 我们在念佛的氛围的当中 所有的常驻法师 我们现在呢 透过现在在这个面团 你有看到啊 就是我们常驻法师 广文法师 我们现在在做实验 我们将真正的这个面粉 当然这个比例 我们用最简单的发酵 就是用所谓的油 跟这个盐巴 盐巴就是那 我们现在就是要将生命里面的 透过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疗法 最自然的疗法 就是要使同源 甚至呢 日常生活的当中 从刷牙 走入 睡眠 吃饭 我们就要将真正的 身心的健康 透过南无阿弥陀佛 能够完全融入在 所有半径旅行者 所有人类的心中 感受到呢 为什么 简单的面粉 我们要用 如同禅定公分的两个小时 我们要进入到 真正的如同生命野节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所有的疾病 也都是因为我们 从过去无知无明当中 也因为心量的狭窄 甚至我们可能 对这个知识的概念 还是无法清楚 那现在我们 以公心 也就是俗事 我们每次在打鼓的时候 公事半晚 半失事 等于说我们现在 一切都以 白净旅行者 十方法界众生 不管我们 做任何的功德 我们就是要回向 给所有的白净旅行者 所有的 法界众生 事逢这次呢 因为邓一鸣 我们了解到 从这个植物人 在发病 到后来 我们呢 来到台东之后 我们也用了真正的 这份单纯 再加上常驻法事的 这份心呢 我们也感到了 整个花脸 也透过简单的 这份心的奉献 做如同交换 跟他 如同我们就是他 才知道说 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呢 才有机会往上跳 要不然我们每一个人 所做的六分 一分给他的周边 所有的宴村寨主 最重要的 也是要等到他受报 就是说在人生 在一生当中 回顾呢 有做有认可 可能比较不圆满 不如法的 比如说 我们赚钱要合理 是否能够 孝顺父母 是否能够 赫旦在家庭的当中 扮演的是一个 家庭为中心 又能够让家庭的 每一个人 都能够如此的 有散心 道德的行为 所以我们感恩 感恩透过今天 要由这个中心面本 我们要将明天呈现出 一个最不可思议的 如何食物跟我们人的平性 能够达到合一 来透过印证 所以我们感恩 现在广宫法师的手呢 不断的巧妙的 将所谓的三光 就是呢 手会光 我们的面团也光 还有我们的锅子也光 代表就是呢 心念都平衡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真的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我们实证之后 我们也将所有的 最圆满的功德 都要回向给 所有的白星旅行者 一直看到持影片 能够唤醒你的心 平安